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65期 小伙伴们 上一期咱们已经把这个养鸡材的流水平台给做好了 现在咱们就回到储物箱那边 拿上一两组细砂块 准备来制作一些透明玻璃块 好嘞 搞定以后 跑到铁路这边来 在它的上面 直接给它放上一个漏斗 然后在它的正前方 再放上一个漏斗 诶 这漏斗怎么连接到地上了 那得敲掉重新再修改一下 好嘞 现在这连接就对了 直接从上面这个放进细砂块 啊 什么情况 怎么细砂块不会流到铁熔炉里面啊 这又是什么bug啊 而且这下面这一个也不会流进去 难道是新版本又更改了什么东西吗 后面我才发现 原来现在细砂块是不能烧制透明玻璃的呀 而是需要食银杀才能烧制的 好嘞 现在吃面的漏斗 也可以放进小煤块进去做燃料了 咱们飞到这后面 点进熔炉里面看一下 啊 什么情况 材料跟燃料都有了 怎么还不会烧制呢 难道是三个燃料槽都要填满才能烧制吗 不应该啊 这边显示的是 低温也可以烧制一个透明玻璃块的呀 现在为了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我重新找了个地方 然后准备把熔炉连接上四个漏斗 呃 我是准备下面三个放进小煤炭燃料 上面这一个就把两组食银杀都放进去 好嘞 现在再跑到熔炉的后面点进去看一下 啊 什么情况 照样还是不会烧制呀 而且三个燃料漏斗也没起到作用 因为这小煤炭还是会一组一组的按照顺序填满燃料槽 哎呀 真的是尴尬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呀 哦 我现在大概明白了 咱们先把小煤炭给收起来吧 然后跑到这边的储物箱里 拿上几组黑柠杆块 而且我猜测 只需要一个燃料漏斗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把下面这三个漏斗给拆了吧 然后在它的前面 直接放上一个就行了 好嘞 然后直接往里面放进三组黑柠杆块 呃 这里就让它们慢慢流进熔炉里面吧 咱们还是来到制造之间刷上一些小煤炭吧 因为我估计 应该是刚刚小煤炭的数量不够填满三个燃料槽 所以才不能进行烧制吧 现在咱们再给它们多刷上一些 稍后应该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嘞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咱们来赶紧点击熔炉看一下 哎哟 刚好哦 已经在烧制了 那看来真的是高温就可以烧制 但是低温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还是没搞懂 好吧好吧 能烧制出透明玻璃块就行了 现在就让它们慢慢烧制吧 这边的话 小煤炭应该也都流进了信号解析器了 那咱们就可以准备开刷了 好嘞 刷了好多的小煤炭了 现在咱们就可以用小煤炭 直接把整个燃料漏斗给填满了 稍后要烧制其他东西 就有足够的燃料了 看一下熔炉这边 透明玻璃块也烧制了一些了 咱们再等烧制多一点 就直接拿去做养鸡场了 好嘞 有48个了 应该是够用了 那咱们就可以去养鸡场那边 开始做烤鸡腿的部分了